喔喔喔喔喔 可不可以做得連結 周杰倫如果除了他很會唱歌 然後很會創作之外 你想到周杰倫到底 還有些什麼樣子的特質呢 我們一起來解答一下 對 我們員工有這個 真的喔 四個答案 你看看怎麼知道 他覺得 孝順 孝順一定要 認真 認真 對 對 認真 重情義 重情義這一定要 這一定有 對 這麼多 念舊 念舊 我是一個蠻念舊的 有可以嗎 對 你覺得如何呢 大家這樣子一路陪著你 然後 總算懂我了 總算懂你了 沒有沒有 其實這些從我的這個歌曲裡面 都可以聽得出來 對 比如說你看 我喜歡那種懷舊 然後復母鳳 有沒有 念舊 對不對 重情義 重兄弟 你看個演唱會 誰會找男群媽媽來當特別愛賓 沒有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重點是我們找他 是不是也要先切一下時間 你都已經把他booking到 你的循迴 一路要給他唱到明年了 我一直跟彈頭開這個玩家說 如果我現在是沒有小孩的狀況 對 還是這樣子 我好像不會照你當我的家 你一直恐嚇他 上次又說 記者會也說他唱不好 要把他換掉 對 就是要讓他認真 要讓他認真 他現在 就是有了小孩 他就更認真 對 更好好唱歌 我給他那個 我每次床編故事那一part 把那麼重要的part給他的時候 他一直都拍著來給我 就是你知道我說你給我好好練 所以其實這個從這些方面就可以看到 從音樂上面就可以看到 然後你說 拼媽媽的話是不是 對 拼媽媽的話這個 剛剛還有講到哪一個 認真 認真喔 認真其實從 很多小細節 當導演 我覺得我當導演是最認真的時候 我覺得我當導演的那個性子就非常激 就很容易生氣 對 是喔 真的真的 當導演那一面完全是跟 跟平常我不太一樣 就很嚴肅這樣 那我不要去片場探尼班好了 我還是來這邊錄音室探尼班 會比較帶著真來探尼班比較好 那畢竟導演就是要指揮千鈞萬馬的嘛 燈光師啊 現場攝影師啊 所有的場面大的話 零演 有的時候還有你看 很科技的人員在當中 是很不容易的 演唱會呢是不是也是一樣那種要很whole的狀態 因為音速太多了 零光啊 一樣 升降臺啦 台下的觀眾 所以像每次演唱會結束之後 最近最近這幾場 我們都是 大家觀眾都知道了 我們留下來 繼續看今天拍 然後做檢討 OK 明天一場來 我們先再產牌一次 然後第二場結束之後 我們再看 搞不好有沒有 那畫面有沒有 對 因為我最怕的就是我練舞練半天 結果你去拍蛋頭 哈哈哈哈 然後他這邊明明沒在 這明明沒在唱 嗯 你知道這個其實很麻煩是嗎 有好幾台攝影機 有好幾個攝影師 他也要了解你的心歌 你懂得知道嗎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要做足龍科 所以第一場第二場 大家都會比較稍微陌生一點 那我覺得 後來慢慢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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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到最後 遇到了台北應該 我覺得會 非常台北的呈現 這就是一種巡迴的意義嗎 看重點是 先看小劇動有沒有頂到這個 哈哈哈哈 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交給榮哥去扶責就好了 好不好 我們只要到時候忙著搶票就可以囉 去扶責啊 Stories 不要緊張怎麼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